在社区里生活着很多流浪猫 它们每天只能在垃圾桶里寻找那些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 而且还要时时刻刻提防人类 因为在野猫眼中,人类是它们的头号天敌 最近食物越来越少了 真的是常常吃不饱的过日子 是啊,最近这里来了两只流浪狗 是它们抢走了我们的食物 唉,现在我们既要躲避人类 又要从那些野狗嘴里抢食物 真是越来越难过了 我们为什么要躲避人类啊 你说的什么啊 人类可是我们的天敌 我们怎么能不躲避它们呢 你说的不对 其实人类并不是我们的天敌 很多时候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人类是我们的朋友 真是可笑 要是被人类抓住了 它们会虐待我们的 所以我劝你 最好不要把人类当成朋友 不是那样的 其实大多数的人类 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有很多次它们都将食物送给我们的 人类曾经将它生下来的孩子 全部摔死了 你也快当妈妈了 你应该能体会到 它当时看到自己孩子尸体时 悲痛的心情吧 也正因为如此 它才非常憎恨人类 将人类看成头号天敌 啊 怎么会这样啊 其实我们很多同伴都将人类视为头号天敌 你很特别 一直对人类有好感 为什么呢 你难道曾经是人类的家猫 母猫听后沉默不语 它抬头看了看人类居住的楼房窗户 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母猫小时候和人类一起生活着 它的主人很疼爱地伸手摸着它的毛发 主人给小时候的母猫喂牛奶 主人拿着一个线团 逗着母猫在地上跑来跑去 没错 我曾经的确是一只家猫 可是后来我的主人搬家了 它将我送给了别人 我想念我的主人 便偷偷跑上了一辆车 结果来到了这里 我迷路了 也失去了主人 我劝你忘掉过去的事情吧 你现在是一只流浪猫 对于我们流浪猫来说 人类是非常危险的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你不想它们被人类杀死吧 啊 人类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很快 这只母猫便产下四只小猫 它对自己这四个孩子非常的疼爱 但随着小猫渐渐长大 母猫却开始忧心起来 你输了吧 跑不了了吧 爹爹妹妹们 快过来帮帮我呀 我来帮你了 坚持住 我也来了 说话间 四只小猫又聚在了一起 在地上打起滚来 母猫在不远处看着它们 神色中却露出了一些忧伤 这时候野猫走了过来 你的这几个孩子长得可真快啊 转眼间就这么大了 是啊 转眼间 它们就快要断奶了 你这几个孩子长得那么漂亮 而且又调皮可爱 可是为什么你却一点都不高兴呢 我现在是一只一天到晚居无定所 食不果腹的流浪猫 我的孩子长大后 也会重复我这样的生活 这怎么能让我高兴得起来呢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命啊 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过这样的生活 我希望它们能够成为人类的家猫 享受主人的疼爱 你想怎么做呢 该不会想将它们送给人类来饲养吧 没错 我就是这样想的 难道你就不怕你的孩子被人类伤害吗 我相信凶残的人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即便有些人不愿意收养我的孩子 也不会狠心地伤害他们的 将自己的孩子从身边送走 从来没有母亲这样做过的 是啊 作为母亲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有幸福的生活 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母猫从那天起 便将一只只小猫 叼到了社区住户的门口 然后自己躲在暗处观察等待着 妈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啊 哎呀 我说在家里怎么听到有小猫的叫声呢 我家门口果然有一只小猫呢 老头子 老头子你看 这个小家伙多可怜啊 他好小啊 应该刚断奶没几天 是啊 他太小了 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 会死掉的 可不是吗 老头子 要不我们就养着他吧 好的 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养着他吧 小家伙 我们回家了 先洗个澡 你看你 长得那么漂亮 却脏兮兮的 孩子 祝你幸福 希望这户人家 能将我的孩子收留下来 哇 好可爱的小猫啊 妈妈妈妈 你看 好可爱的小猫 母猫远远地看着小猫 被小孩抱进了家 他的眼睛流出了一道泪水 这时候野猫从一旁走了过来 你的孩子已经被人类抱回家了 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是你啊 我这是在确认我的孩子 完全被人类收留 那样我才能安心离开 不行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家里不能养猫 我每天已经够忙了 还要养一只猫 你要累死我 妈妈 求求你 就让它住在我们家里吧 不行 你哭也没有用 我们家里是不可能养猫的 更何况 这还是一只流浪猫 果然如你所料 这户人家并没有接受你的孩子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愿意收养我们的 它一边说着 一边朝小猫走了过去 然后将它叼了起来 朝不远处的另一户人家走去 它这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另外一家碰运气啊 这只母猫就用这种办法 将小猫一只只的送走了 最后只剩下一只小黑猫 无人接纳 也许是因为它的颜色不够吉祥 也许是社区的宠物已经饱和 总之猫妈妈只能自己抚养它了 你最终还是在自己身边留下了一个孩子啊 不 如果有人愿意收留它的话 我还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有主人的家猫 我不希望它成为流浪猫 你还想将它送人饲养啊 是的 没错 可是它现在越来越大了 要知道刚断奶的小猫 人类比较能接受 而长大的猫 人类一般是不会收养的 这个道理我当然知道 我已经带它去过好多户人家了 可是却没有一家人愿意收养它 现在只能暂时跟着我生活 等待机会吧 好大的雨啊 妈妈外出找食物那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能回来啊 哎呀 好饿啊 妈妈 你快回来啊 然而小黑猫万万没有想到 它的母亲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遭到了一块煎鱼的铁片 不小心割伤了腹部 因此受了很重的伤势 我得赶快回去 我的孩子还等着我呢 终于要到家了 我应该活不了多久了 我得给我的孩子长个好的归宿 妈妈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受伤了 妈妈 你有没有事啊 孩子 你跟妈妈走 妈妈 我们要去哪里呀 回家 妈妈 这里不就是我们的家吗 不 这不是你的家 你的家应该有温暖的小窝 有喜爱你的主人 每天都有美味的食物 母猫妈妈 拼了自己最后的力气 带着这只小黑猫 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外 也就在这时候 母猫妈妈 终于耗尽了自己的力气 倒了下去 妈妈 妈妈 你快醒醒啊 妈妈 你醒醒啊 妈妈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天啊 这只大猫的肚子 在流血啊 这只大猫 已经死掉了 这只小猫看上去 可真可怜啊 这么小就没有妈妈了 是啊 只是这只大猫 怎么会死在我们家门口呢 而且外面 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你说 是不是这只大猫 知道自己的寿命快到了 所以便将他的孩子 带到我们家门口 他想让我们收留他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 这只小黑猫的确可怜 哎 你不是一直想养只猫吗 不如我们就收养这只猫好了 嗯 好的 就这样 就这样 这户人家将小黑猫收养在了家里 并将那只母猫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 小黑 吃饭啦 小黑 你可真可爱啊 这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再给你带到 你带到 你带到 我再给你带到 第三个 像